部分呢则是要来看到最新了 这是俄乌交战双方代表呢 在2月28号是到了白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边境上头 展开5个小时的会谈 那现在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呼吁 说要求俄罗斯必须先停止 对乌克兰各个城市的轰炸 谈判才能继续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呢则坦诚 说俄乌第二次谈判 不太可能会在今天进行 这是来自于外电的一个最新消息 而另外俄乌战争呢 现在对于全球的影响 当然就是包括了黄小玉 好目前看起来呢 统统都在涨 国际原物料居高不下 那养鸡甚至是烘焙业成本 统统都在吃重 那在彰化县这边的蛋农 他们就接到通知了 说鸡蛋呢 从现在美台金36.5块钱 要涨到39.5块钱 最快下个星期就要涨3块 他们的说法是 春节过后 虽然呢 现在鸡蛋的需求量下降 但是预料5月之后 缺蛋状况才有办法缓解 而另一个部分呢 则是俄乌开战这个敏感时刻 美国飞弹驱逐舰 约翰森号 在今天 今年呢 又第一次的通过了台湾海峡 这个时间点也引人遐想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刻通过台海 军事专家说法是 乌克兰大动作去俄罗斯化 甚至要加入北约 才会导致这一场悲剧 所以呢 从乌克兰的经验 提醒台湾 应该要以此为借禁 俄乌两方炮火不断 敏感知机传出 美国飞弹驱逐舰 26号通过台湾海峡 有专家分析 这回海偶遇海 巡署加意见 难道私下在进行联合演讯 现在国家安全体系 无法支手包天 而且操弄这些讯息 做任何政治的操弄 不过这消息 还巡署否认 强调任何经过台海的军舰船 都会严密监控 俄乌两国开战 全球紧盯 专家说乌克兰大动作 去俄罗斯化 又拼命想加入 俄国的死对头北约组织 才引发这场悲剧风暴 从台湾在搞去中化一样 乌克兰的领土 大部分都是前苏联给的 大家怀疑就是跟着美国唱和 最后结果搞得普丁说 他也非得出兵不可 你要去恶化 那开玩笑 那我的族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面 好像是变成二等公民 把他接受的 一个就是2019年的时候 乌克兰把这个加入北约 例如他的宪法 民进党当局 要好好的深入去研究 而且不要重蹈覆策 原本相应武士 如今却血染遍地战火封天 在中美等大国间博弈 台湾该避免挑衅 去触碰对方红线 有句话叫做超妙懒格纲吗 你知道旁边那个对手 叫做泰森吗 世界权王吗 你一直要跟他在那边 诶诶诶诶诶 曾经讲过 美国做这个兵推的时候 很多次吧十几次 每一次美国都输掉 更何况是台湾 而乌大战一时间还看不到尽头 但执政者却该从战火中 为百姓找到和平安全的道路 记者黄明君李选台北报道 好目前呢说双边的谈判 这泽伦斯基讲了 如果你要继续开火的话 我们就没得谈 那么有一名前俄罗斯官员透露 说其实他的这两天 有可能会是俄乌战争的关键 原因是因为普丁已经下令 3月2号之前要取得军事胜利 好对此呢学者的分析是 有可能是心理战的喊话 原因是因为战争在打 其实呢到底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其实资讯是很片段的 所以面对各种讯息 外界都应该更加谨慎判断 3月2号宣布胜利 这绝对是一个心理战 因为就像这个打仗是军事 刚凯霞也分析很多军事层面的事情 但是呢打仗不只是军事 还有心理的层次 那其实双方都在讲 像我们看乌克兰的这个公布的数字 乌克兰的这个士兵才死亡数百人 俄罗斯已经到了三四千人 从目前的这些很多的外电综合看起来 其实这样的数字 我个人会存疑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大家有时候是喊给国际听的 喊给自己的人民听的 所以军事战还有心理战 我想在最近会持续的不断发生 我们研究国际关系 或研究安全的 常常把战争视为一片迷雾 看不清楚的 不管你在里面在外面 它就是一团迷雾 有太多太多的因素 会影响战争的进行 还有最后战争的结果 所以英文叫做Fog of War 那这样的战争迷雾 我觉得在这次的乌克兰 跟俄罗斯战争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因为美国并没有直接介入 我们看到的这些西方的媒体 他只能从自己在那边的特派员 或者是所谓的独立媒体 他们的这些支字片语报道出来 很零星很片段的 美国政府也没有刻意的 释出美国所获得的部分的镜子 那俄罗斯当然只讲他自己好的 乌克兰只讲他自己好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像瞎子摸像一样 像瞎子摸像一样 所以我们当然要更小心的 去判断未来这几天 乌克兰俄罗斯不管是谈判 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走向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是已经签署要求要加入欧盟 昨天他是透过视讯 向欧洲议会紧急会议发表演说 希望欧盟证明你们跟乌克兰同在 当时他是用乌克兰语来演说 有口译翻译成英文 据说这内容之动容 连口译都潸然泪下 欧洲议员听完之后 则是直接起立热烈鼓掌 而另外呢 其实泽伦斯基就在他的演说当中特别强调 这场战事里头有许多人牺牲 每一座城市当中的广场都将被称为自由广场 泽伦斯基则是敦促欧盟 让乌克兰用特别程序直接加入欧盟 让欧盟更加强大 甚至呢 他也像在昨天炮火袭击当中丧命的16名孩童致哀 痛批俄罗斯总统普丁杀死了这些无辜的小朋友 他的演说呢 让很多欧洲议员为之动容 也举了应有乌克兰的国旗 上头写着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的牌子 来声援乌克兰 好大家就要问了 先前呢 这个泽伦斯基讲他们要加入的是北约 但现在他申请加入的是欧盟 可问题是欧盟要加入这个经济文化的大体系家庭里头 必须要一定的审核程序 先前有人问到了欧盟的相关行政人员 他们说没这么快 没这么容易 好可为什么在战火纷争的时刻 要申请加入一个经济文化体系 盘算是什么 来听专家解析 这个问题他可能在这个三项当中 德伦斯基可能会考虑一两项 但是看起来德伦斯基不是这样子玩 今天德伦斯基申请加入欧盟 那希望走这个所谓快速的 这种申请管道 可是事实上已经声音很多的声音表示说 欧盟27加1 并不是这么快一个做法 那很显然他的这个策略 也是希望以加入欧盟的方式引来更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跟援助 然后你看到他在欧洲议会的演讲 虽然他讲的是这个乌克兰语 我看了这个电视做那个翻译 但他的知己语言跟他讲话的那种语调 其实非常的具有参动性 他果然是延续演了三年的人民的功夫当总统 然后做到总统了之后的这样一个表现 所以他的表演是真的是一流 也造成了这个连续五天的攻击之后呢 使得整个欧洲全世界 大概现在都站在他这一边 连新加坡都说要谴责这个俄罗斯 季辛吉都说了 其实这个乌克兰可以做东西之间的桥梁 你只要有一定的平衡 不要去绝对的倾向任何一方的话 尤其不可以加入北约 但是你看到泽伦斯基跟拜登 在过去这一两年所做的这个倾向 就是针对的普丁来 那他们对普丁的了解 以及普丁在那边大军驻达都三个月了 难道不知道他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 美国都告诉我们呢 连我们都不相信对不对 我们节目里不相信说俄罗斯真的会打 结果美国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他会打 美国如果相信他会打 也告诉我们他会打 也告诉中国大陆说他会打 要中国大陆去劝阻这个普丁 现在反而怪中国大陆没有去劝阻 好像这个责任是在这个北京的意思 那美国在这段时间 你的外交作为是做了什么东西 你干脆是不是就是说 我们针对北约的问题来好好的谈一谈 然后呢 泽润斯基完全就是配合演出 非常的激烈 你看他这个整个这个情 这个画面的这个情绪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现在当然战争的这个苦果 会慢慢的扩大 那谈判有没有可能 但是我现在觉得 泽润斯基接受俄罗斯的 这几个条件的这种可能性 一定相当程度是要在战争的压力之下 或者是一定的炮火的摧毁之下 普丁跟他的国防部长也很了解 也开始在哈尔克布今天采取炮火的攻击 短程飞弹的攻击 以及可能明天就针对击鼓的这种攻击了 所以狄狄的这个战争会更加的扩大 感谢观看